介绍一件清代昌画田皇博弈雕贤章 尺寸,宽4.6公分,高4公分,厚3公分,重量95公克 这枚昌画田皇博弈雕贤章 作者是张燕昌,自文于,好启唐,又好金素山人 清浙江海盐人,中国壮课家,书法家,画家 生于1738年,乾隆三年 世事于1814年,嘉庆19年,享年77岁 张燕昌就地取材 严选浙江最好识众昌画田皇雕刻此博弈贤章 张燕昌家境贫寒,天资聪颖,自幼刻苦读书 一生淡薄明智,刚正不阿 他信号金石文字考据之学,他的作品用刀捉谱 无华而入目三分,他还擅长转,立,行,楷书 公画蓝竹,兼善山水,人物,花卉 借萧然月俗别有义趣 昌画田皇石是浙江昌画石之新秀 据史料记载,昌画田皇石的发现始于清代 是以夜腊石为主要组成的一种决性毒石 据油之光泽,色纯无杂质者西贵 所以为浙江石制最好的品种 昌画田皇的形成与寿山田皇的形成还是有所区别的 昌画田皇基本上都是在山上的土层中挖掘出来 水分相对比寿山田皇少,不够嫩,沙定较多 而优质的昌画田皇跟寿山田皇很接近 昌画田皇产于浙江省临安县昌画镇的昌画上西乡 其面积也只在上西发现田皇的500多亩田地内 产量不大,目前基本上已经绝矿 重蹈寿山田皇的覆辙 此见昌画田皇博弈雕贤章 实质凝结稳定,质地坚韧致密 不透明,色则古朴金黄 黄色四周由内至外浓郁温柔地散发开去 皮相当清楚,皮肉色则纯正 弥勒佛乘坐姿,面向风雨,双耳硕大下垂 双眼微眯,满面笑容 身披袈裟,衣袍大肠,坦胸怒腹,腰记结带垂下 右手持布袋,左手抚膝 双腿平放,呈现皆大欢喜的乐天无忧姿态 整气比例协调,刀法娴熟,自然流畅 有以弥勒佛活灵活现的面部表情 克华恰到好处,尽显弥勒佛,逍遥自在 大度能容的形象 入手手感温逆典雅,如婴儿之细润肌肤 娇能无比,是爱好者及收藏家皆爱不释手之物 是非常优质开门的昌华田皇 田味十足,属田中极品的收藏极好东西 张燕昌于甲银年,乾隆59年 当时56岁克此随行弦章,编款,甲银秋日烟昌 印底刻远观,寄予作者远望及看的深远 本品选料上成,采昌画田皇雕刻 刀法古雅圆润,造型生动,彰显张燕昌读到记忆 弥勒佛生动传神,可谓文房雅丸上成之作 近年来由于福建田皇资源的枯竭 好的田皇原始取得不易,本见决性昌画田皇 田味十足,可与寿山田皇相提并论 况且是清代大师级张燕昌的作品,值得拥有 图片及影片不经过任何软体美化 贴近实物,藏品目前珍藏在台北山崎艺术馆中 欢迎参观、交流